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第一天来工会的公司上班 那他们先把我分配到这个highquarter 可能做一些orientation 录制手续吧 所以今天跟大家记录一下第一天在工会都做了什么 这highquarter就是一个两层楼的小建筑物 这后面好像是有个仓库 所以它所有的材料都是存在后面的 早上花了4个多小时了 终于完成orientation了 发了点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发了个Miyuki的安全眼镜 然后安全帽 试炼还是挺好的 然后还发了一个安全符 就是三样 这里是很清净的 它是很清净的 嗯 哈喽,大家好,我已经在这个工会的公司上班,上了快一周了,那现在我们做的项目呢,是在一个田径厂,那就是主要做田径厂的灯呢,还有这EV Charger,还有一些这个训练室啊,厕所啊,后面有一个Failhouse,这里的工作环境还是很不错的,跟之前做这个公寓,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。 这周呢,主要就是拉线啊,还有做一些,把那个Grounding Road,打到地底下,然后做一些Bounding啊,总体来讲,还是不错的,在工会上班比之前轻松很多,休息的时间比较多,而且不会催你加速啊,或者什么,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速度来。 工会的所有的东西还是比较正规的,他们非常重视安全,所以所有东西在你做之前都要有很好的这个PPE,就是防护的措施,跟那个手套啊,眼镜啊,呼吸啊,这些之类的东西。 然后,我在录制之前啊,差不多花了一周的时间,填一些表格啊,做orientation啊,再training啊,所以那现在,已经上了快一周了,给大家更新一下。 那之后的视频呢,我可能再出一个视频,跟大家详细讲讲,我当初是怎么申请工会的,有哪些步骤,还有工会的一些福利啊。 那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做简单的一个这个update,就是已经开始在工会工作了,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吧,也是一个新的领域,之前也没做过像这种田径厂的项目。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,希望朋友记得订阅哦,bye! 拜拜!